这是最平凡的一天 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了 像我今天我的指甲 我的那个自拍刚才坏掉了 所以我只能用指甲拍我自己 然后拍出来看样子 就是脸有点大有点奇怪 因为角度不太好长 然后我们今天的安排就是先去吃个早餐 然后再去逛个超市 然后我就要回家躺试了 因为我最近都觉得睡过不够 不过下周有个特别开心的事情 因为下周四放假 然后我就可以让妹妹不要工作陪我玩 准确来说是我玩她 不要问我为什么今天口调这么差 因为我还没睡醒 今天的这家店的早餐 我觉得她有一点点让我梦回多伦都的小米粥铺 因为她有小米粥 然后有豆腐脑 还有凉拌牛舌 大饼卷牛肉 大饼卷肘花 包子 饺子 骨贴 混沌 煎饼 我觉得她真是极大成者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 特别有国内的烟火器 街头 小摊贩 早餐 她们家都有 为什么每天出饭都要戴帽子呢 因为我最近几天都不想洗头 所以头发特别的乱 然后也不想去剪头发 因为我喜欢的理发店在帮她 然后我要去帮她就觉得好麻烦 然后炸鸡 然后炸鸡 你会推荐哪种 就哪种是你们相对给的比较多的 因为这几个我不太能选 她选择困难 她觉得看着都很好吃 您看你想吃鸡排啊 鸡块啊 椒原鸡块 酸辣鸡块吗 或者吃鸡翅 鸡翅也好吃 其实都挺好吃 我觉得 她很心动 因为她喜欢鸡翅 我其实有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店的服务员都这么漂亮 上次来我们来吃晚餐 那个服务员小姐姐也好漂亮 颜值好高 是不是长得不好看都不能来这上班 我想我要照顾小镇 我邀请喵喵来营业 但是喵喵不营业 为什么呢 因为她要照顾她的小镇 就是她在玩一个小镇游戏 然后我经常问她 我经常要她陪我玩 然后她就不陪我玩 她说嗯 我很久没有照顾我的小镇了 就是对宝妈们来说带娃就是等同于喵喵的小镇 你们可以脑补一下 没事就要陪娃玩一下 就是喵喵的照顾小镇 然后这家店我特别喜欢她 但是她的防疫工修做得特别的好 我们进来我们先要查疫苗卡 查了疫苗卡之后要量体温 量完体温我们还要登记 就是三重保障 因为现在我看有些餐厅虽然是查疫苗卡 但是我感觉不是很走进 就查完之后就放进去了 然后也没有让要消毒 但是这家店都有 还有就是这家店的 我要特别说这家店的服务员 颜值都超级高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她们的那个小姐姐长得好漂亮 然后这次来就换了人也长得很漂亮 然后她们家的老板也长得特别的帅 你们可以下次来活捉一下 问老板在不在 然后去看一下老板 不管是哪个老板都长得挺帅的 给你们看一下她的早餐菜单 喵喵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种 回到小米粥铺的感觉 对小米粥铺比较便宜 早餐超级硬 她超级硬和都有这颗炸鸡 然后喵喵一看到就特别的快乐 还有炸肉串和炸素串 她们家的烧烤真的可以试一试 因为我觉得她们家的烧烤就是又好吃又有性价 然后早餐她们的名字有几个 第一个是她们的煎饼果子 第二个是她们的牛肉锅贴 第三个是她们的炒干 第四个是她们的馄饨 因为她们的馄饨是自己包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她们的烤冷面 他们烤冷面我们上次晚餐来的时候有吃过 超好吃 但是我觉得得趁热吃 我们看一下她们这里有一个自制手工奶茶 因为因为妹妹她不能喝甜的 所以我们没有点 但是其他小伙伴来可以点一下 因为她们的老板是 就她们有其中一个老板是厦门人 然后这个奶茶的配方是她贡献的 所以这个奶茶我觉得非常值得尝试 是因为我之前 谢谢 不客气 需要一个小碗或者小碟子 哦好 要一个小碗 我之前去厦门的时候就特别爱喝奶茶 基本上是日均两杯 然后因为她们的奶茶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这么多花样 就是很古早味 就非常的简单 而且厦门她的茶很好 所以她的奶茶是偏重茶味更多一点 就是你可以喝到很浓的茶味 因为对潮汕来说是绝对喜欢的 绝对非常吸引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来这里 就可以试一试她们的手工奶茶 炒菜啦 基本上每周都会来她们家买一次豆腐脑 她们的豆腐脑是每天新鲜现做的 大概下午两三点左右就卖空了 如果当天没有卖掉也会倒掉 她们家的豆腐脑 我经常是在上班路上打包一份 做早餐吃 这一年下来我都吃出感情了 我必须要把除了豆腐花之外 我最喜欢的一个放在前面 这是她们家的手工牛肉锅贴 它太厉害了 它符合一切我对完美锅贴的要求 手工做的会滴汁牛肉馅 并且馅非常的香 有些某些南京人只欣赏她们家的锅贴 非要告诉我说她们家的锅贴比这个好吃 但我并不同意 在这家店堂时油条也是个弊点 相信不用我多解释 作为成长的南方人在炒干这个东西上 其实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但是我想说好吃并不等于正宗 这个我不敢说有多正宗 但是以我一个南方人的口味来说 它是好吃的 我怀疑这家店的老板在国内就是专业摊煎饼的 因为这个煎饼跟天津的煎饼骨子一模一样 这个炸鸡让我觉得这家店莫名可爱 像在肯德基门口吃了个煎饼吃了个豆腐 然后吃了油条 然后再请取买份炸鸡 他们家的馄饨是鸡鸡包的 在冬天的早晨来这么一碗 真的是立刻轴身温暖 整天元气满满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的馄饨可能会更合北方人的口味 再来个牛肉味超级浓的双皮奶这一餐就完美结束了 他们家早餐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 不过有些东西不到下午4点半就卖完了 所以如果想要吃 但是我没办法早期的小伙伴急了打电话预订 虽然说他们家既可以唐食也可以外卖 但是我直到上一次去唐食才知道这两者差别有这么的大 所以各位亲爱的小伙伴 如果你们可以跑一趟去店里吃饭 就不要点外卖了 真的好吃很多 如果让我推荐几个弊点的话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豆腐脑和手工牛肉锅贴 但是喵喵她最喜欢的是煎饼果子和油条 还有茶叶蛋我也觉得特别香 其他的就看自己喜欢啦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探店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哦 谢谢你们 我们下次再见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